英文明年 而且為什麼你要我幫你錄片 其實啊 我需要你幫我 在我死了以後 把這些影片上傳 那你為什麼不直接跟你女兒說啊 莉莉要說什麼話 我相信 每一個媽媽就在她 临走之前要跟女儿说的话 大概会很多很多很多 我也只活到这个年纪 以后的人生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告诉你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本来妈妈想多些日子陪伴女儿 但是不可能了 妈妈已经换了癌症就要走了 那当然就是万分的不舍的 然后就是对女儿来说 还希望对女儿有情 在她人生的以后的日子 应该走得更开心 更有意义 我在模拟这边就感觉到 很大的感动 因为她其实在讲生活上的小事 但是她又不希望 流露伤心的情绪给女儿看 其实某部分这对母女 其实是很详尽的 因为她们其实都很固执 然后某部分也都在选择 压抑自己的很真实的情绪 因为都不想让对方担心 因为其实我们一开始就很期待这场 但是 一文姐回馈给我们的是 她说她觉得越 情感沉重或情感比较凝重的戏 她希望越 不找痕迹 不要用这么多方法 不要用这么多力气 我觉得尤其在第一次或是第二次拍摄的时候 真的会有一种 觉得 好不能呼吸的感觉 我觉得最印象深刻的戏就是 她跟妈妈在坊间里面告别的那场戏 我们一开始有说 一文姐如果到门边 你不想要说那句话的话 你就不要讲 但是她走完戏之后 她就跟我说 她觉得要说 那当我在看《Monitor》的时候 我也很谢谢一文姐把这句话说出来 我爱你 因为她这句话让我知道 原来电影有时候是帮观众找一个 我平常日常生活不会讲这句话的一个出口